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因为爱你我的情敌姐妹还雄伟 不怕条件多到我也跟朋友唱却 教授机会爱才情节 虽然一次超越 其实很体贴 因为爱你我的情敌姐妹还考验 开始学着深情不退却 勇闯你的心才发现答案显恶意见 那一句话重心一点就能听见 你们这些小吸血鬼 你们也差不多了 你靠一靠一靠的外国 你们怎么这么孤单来 你们母亲 这些吸血鬼咬到我已经变犊头了 我们在门口那两家吸血魔王走 我远远看到他们还站在我们家巷口 我不敢过去就绕过你这里来了 妈 他们怎么跑来我们家 你问我 我要拔背吗 我如果是有一个X光眼睛 我才能看到他们想过来 到底是要做什么 要找我们做什么 不要说这么一样 你快去 去那两个瓜葬 我会在你头上沿蚝 我会在我头上沿蚝 我会在那里 我会在那里 快去那两个瓜葬 我不要 光卖了一个人 我都已经应付不了了 再加上那可怕的妈妈 你这样分别就是要我去送死吗 妈 要去的话 我们一起去好了 我 我也不要 妈 妈你 我在我头上沿蚝 他那个吸血鬼的妈妈 那个我会走 妈 我没想到你还会走 拜托 我好像在闪到不够 他在那里长得 他就跟我打得如何 不会了 妈 光天化日下 他不敢 而且还有我在 你在 你不好意思去打招了人吗 你那边说他不会打招了 他那个小杂母小杆的 如果抓狗起来 那个没人抓他的条件 今天 那是我们亲爱的 那是我们亲爱的 我们亲爱的真的跟他闭着 那好一亲一万八 今天在我们的门口 那是与你妈妈的亲爱的 你这三个事情都没有了 妈 要真的是我岳母 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而你现在讲这个干嘛呢 也敢不走他们两个 算了 既然我们都不想去 那我们干脆 干脆怎样 我们干脆就在这里等好了 等久了 搞不好他们没耐心就回去了 妈 妈 被泡沫冲死了 哎哟 妈妈 妈 妈 哎哟 妈 你讨厌 妈妈 妈妈还这么久了 妈 我有家归不得 妈 妈 妈 我两家洗血大魔王 这一顿都在洗血鬼 都你的 都在这里 不在这里 还我有家归不得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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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什么不对 我们两个在这里 没入门回去 妈 你应该不会这么巧吧 妈 如芬带彩玲去看医生 不可能这么早回来吧 对 不可能 我们都没得了 没得了 没得了 如芬拿不回来 如芬绝对不回来 对 不可能 对 我们都没得了 没得了 彩玲啊 你知道吗 我妈其实从以前 就想带你去看上今天这样的心理医生了 不过那个时候 妈妈都不知道上这样的医生 要去哪里找会比较好 幸亏今天有志萱叔叔在帮忙 不过最重要的 就是妈妈现在工作赚钱了 所以不怕爸爸会乱骂妈妈说 妈妈乱花钱带你去看医生 不过 不过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啊 之前爸爸妈妈 是常常为了要不要生个弟弟或妹妹在吵架 可是最近我们都没有在吵架了 最近你也跟爸爸妈妈都玩得很开心 笑得很开心啊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样闷闷不累 彩琳 妈妈知道你听得见妈妈说话 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妈 你为什么不开心 你不想用讲的没有关系 你用笔的用画的都好好不好 你们 你们 纵上是永恒不难 我还以为你们全家人做了亏心事 都跑去躲起来了 这帮不在家 你们要找他 你自己打电话 不错 还挺冷静的 我还以为你看到我们 会抓狂 会把我们赶出去呢 其实呢 有我女儿跟正方的关系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时候她不会在家了 所以说我是来找你的 妈 他们小孩也在 这有什么关系 她又听不见 不过如果 待会难堪的场面 你不想让小孩看见的话 母亲还是先让他离开的好 这里是我跟我孩子的家 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该走的应该是你们好不好 而且我说过 你们有什么事 请你们去找正方 既然你们也知道她现不在家 你们就应该叫去哪里找她才对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我是来找你的 再说 我要跟正方说的事 她早就知道了 我干嘛再说一遍 好了 反正我都已经劝过你了 你要是不听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就直接说了 这是我女儿 她的肚子里呢 怀了李正方的孩子 看你的表情 你果然是不知道 我说嘛 你怎么可能这么冷静呢 卢芬 对不起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有了 其实我不想这样的 你不要再说 卢芬 事实就是事实 说一遍说两遍都不会改变的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就好了 其实呢 我们本来是不想说的 毕竟呢 大家都是女人 都知道听到这个消息 是多么大的打击 可是相同的道理啊 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女人 所以你应该会明白 我女儿的肚子 马上就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 她都还没有结婚 再说 凭什么你们家的小孩 可以有爸爸有妈妈 我们家的小孩 一出生就不能有爸爸 不都是同样是正方的种吗 我不相信 你说正方早就知道 我根本相信 你这开什么玩笑 这种事能假得了吗 要怎么讲 你教教我好不好 反正我也早就想到了 你不会相信 我早准备好了 女儿 给我 那 有图为正 你自己看 这个 你熟悉吧 这个旁边这个是你婆婆 那这个呢 就是你最亲爱的老公 她们都陪着曼妮去产检 这可假不了了吧 曼妮 你说对不对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 你那个婆婆 不是一直想要再为你们李家 添一个孙子吗 这一回 她可是开心死了 我们家曼妮啊 要去产检的时候 她都抢着陪呢 你搞的 你们家太过分了 对 对 就是这两个字 过分 李正方要是再不给曼妮 跟她肚子里面的一个交代啊 就像是你说的 太过分 太可恶了 这得救到家 请你走 女儿 你怀孕了 不能够站太久 你先坐的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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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分裂 你给我滚 好了吗 算了吧 我们先走 好 总之你告诉李正方 要她尽快想出一个办法来 要不然 这件事情闹开来 大家都不好看 搞不好 她连工作都没有了 你给我滚 滚 滚 你都没有 滚 我不会那么快跟你伤大胆手的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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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们刚刚又往你李太太的宝座卖钱了一大步 你应该要感到高兴才对 妈 我们刚刚对卢芬是不是太狠了点 对 太狠了 你要不要顺便关心一下非洲难民有没有饭吃 全世界什么时候会和平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些 你忘了 我们两个挨巴掌的时候 可是卢芬 可是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这个叫做快刀斩乱嘛 好不好要不然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嫁进李家 你怎么不想想万一正方又叫你去堕胎 他妈妈又要带你去做残结 你烦不烦啊 我们干脆一刀杀到底好不好 我赶快回方疗馆好不好 我的腿都快酸死了 为了等那个姜如芬 回去叫你的方疗师帮我按摩 好了 走了走了啦 我得看你 假的我喝 你小心这一个电我哭 快点吗 大家都要哭我得嘛 好了 妈 我们终于回家了嘛 我等你来老天去 眼闭眼闭 在东西 东西 让我鬼鬼都别搞我了 好了啦 你们进去吧 蔡林 父亲 妈妈不一定要让你看到 刚刚那样的场面 妈妈太阻近 太大意 你还这么小啊 妈妈怎么可以这么不注意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若芬 蔡林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对啊 阿姨就不敢来靠近了 是吗 是不是有人也带你赞云郎 刚刚王蔡林跟她妈妈来过 妈妈 她们给我看那张照片 丟臭 对不起 了 那我 居然有一筷 你管了 怎么同意救出匠品了 居然跟着默默 在里面一面 冯芬 这照片其实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她们跟我说 我曼玲怀孕 一张照片 就是你们陪她去做产检的时候的照片 我在想 接下来 你们是不是要陪她去买孕妇用品 婴儿用品 如芬 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妈去医院是 为了 如芬妹 你跟上前面 你别熟悉 你听妈妈的感觉 我跟前面去避养 妈 她妈还告诉我 你对王曼玲肚子里这些孩子 很开心 非常欢迎 我 我 我 你不要听什么 我别说了 他妈 他真是白白不如这样 我是红枪不过重奖 你总不能叫妈妈去摄影 对吗 关于这一点 妈 我相信她母女俩的说法 李嘉终于可能有一个金孙 可以传宗接代 你高兴是正常匪名 我 我 我 Ru芬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意外 我现在甚至觉得 我已经误入圈套了 那是红枪 你真的听我说了 那万宁拔到的孩子 我们先不要说 那我们先带一遍 那你跟万宁 那避养 拜托 那是差一千千万百的 你让我好很多 我这句话 我早就说了 不是记得你说了 不是你问这些人 进来啦 卢芬 妈 正方 你们不用绞尽脑汁 再想任何的理由跟借口 你手里的那张照片 已经是事实了不是吗 你们要是为了掩饰前一个谎言 说更多的谎来源 那对我的伤害 只会更大更深 我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也什么都没有办法相信 来 我们进房间 好 如芬 你可不可以听我把话说完 我 你如果真的要说 你就坦白的回答我一件事 王曼玲 是真的还了你的孩子吗 是 可是 要来 怎么会这样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我来一年小早 不是来等我 是来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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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乒乡里面 是我爱你 跟我妈妈成的谎事 是 對 那王萬寧 他對人家鄉鄉叫我在那裡站在那裡 叫你來賣他 管來是他真的太好設計好了 真好 我們無法嫁嫁給我設計了 他心裡太好痛了 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我到底該怎麼辦 不怕 在你不怕 媽媽在 媽媽會保護你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媽媽都一定會在你身邊保護你 你哭 媽 我現在要怎麼辦 事情竟然發展成最壞的結果了 我的家 是不是就要毀了 我到底該怎麼辦啊媽 我好想你 我現在也好想被你搂在懷裡 太棒了你看 我們真的是很幸運耶 我們一決定要結婚馬上就好房子出租 對啊 所以我就很快速地把他租下來了 你看 你看 現在江城偉跟李欣怡這位新婚夫妻有新房住了 我覺得這一切一定都是他帶來的好運 你幹嘛這樣笑人家 我沒有笑你好不好 我是覺得很開心 一想到我一回家之後 就看到你這張笑臉 我就富有了自己覺得好幸運 好幸運 怎麼才決定要結婚就覺得你講話態度變不一樣 哎 果然人家說得對 得到了之後 態度都變了 嘿 哪有啊 真心的好不好 哪有 開玩笑的嗎 不要會緊張啊 對了 我們要不要現在把我們剛剛買的東西拿去新家放啊 如果有時間的話順便打掃我們布置一下 我們倆真的好有默契喔 我剛剛也是這樣想耶 走吧 我們現在去布置 等一下 等一下 喂 哥 什麼事啊 什麼 好 我知道了 我是要馬上回去 我 你說你要馬上回去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啊 我現在必須回家一趟 所以陳偉你先回去吧 我載你回去啊 不用了 我自己搭車回去就可以了 喂 星儀 到底發生什麼事妳跟我說 對不起陳偉 你不要再問我了 先讓我回去好不好 星儀 我們不說好我們之前沒有秘密嗎 所有的快樂的痛苦 我們一起分擔分享 再說 我們兩個已經是未婚夫妻了 你的事當然就是我的事嘛 是 星儀 你不要讓我不安啊 到底什麼事 是 是 是我哥 我哭哭 跟嫂子 舒逼 阿莫 我喜歡我啦 我哭哭 老婆 如芬好安静 安静到让我害怕 我宁愿她大哭大闹 把我痛骂一顿 妈 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那母亲的爷 你比我更了解才对 早知道我就不该去 那个什么妇产科 对 妈 好端端的 你干嘛叫我去 你也知道我根本不想要 那个小孩的 你怎么 我们做人说话要忘了心 是什么人叫我 过来漫人去残檢 也不用这么说 我也能这么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我为什么要陪他去检查 老婆发现这些事情 我叫你陪那个女人去检查 是为了要查清楚 什么 我会说什么 我懂 你最容易想到 那整个事情 这么麻烦的 什么人家 你 你嘛 你多坐腰堆 你吃什么烧酒机 消化不了 把人家肚子够大 我们到现在 鸡肥狗跳乌烟瘴气 还拍那个什么照片 失败 现在我们来博家 送来去跳沾水后也洗不清 好了 妈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也在承担教训了 可是重点是 就算我现在万箭穿心 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啊 好了 好了 小杰 你是我的心里的狗犁 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有份说 说你所有的事情 都我不对 都我爱的 你是别别的 你都让我下来的 你去护山河 不是我总比你去 我爱你去的 我担 妈 叫好吗 反正我一天都在扁黑店 不然我找这边了 好了 我这人就是这么明理 明理的人都也是要医生 嫂嫂呢 她怎么也来了 你这个烂人 你这个烂人 李正芳 你又伤了我妹的心了 你记不记得你那天到我家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 你承诺过什么 你说过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发生 结果呢 现在本来更严重了 我记得你要替我妹讨一个公道 小杰 你怎么会来的 你这么这样 我要叫警察 陈伟 你冷静一下 冷静 她欺负我妹的时候她要冷静吗 我们现在先去看嫂嫂比较重要 我们去看嫂嫂 然后带我去看嫂嫂 就不真的 妈 你没事吧 妈 没关系 这都是我该受的 如果陈伟哥打我 可以换回如芬的原谅 我被打死也甘圆 最好的 你完成了 我的灵魂 因为爱你 我的亲历姐妹还考验 开始学着 深情不退彻 用窗的地点 我 乳芬 哥 你怎麼來了 我都知道了 李正芳那個混蛋讓外面那女人 懷孕了對不對 我可不是外面有女人 她是被設計的 而那女人 她懷孕也是不真的事實 不是嗎 而你們全家隱瞞事實的真相 你們不說 不是嗎 乳芬 我們走 妳什麼都不用說了 妳就跟我走 我們不需要在這裡受到委屈 哥帶妳跟彩琳回去 陳偉妳不要這個樣子 我哥他不是故意的 這點我可以保證 對 偷吃的男人都不會故意 讓外面那女兒懷孕 陳偉 乳芬 我們走 我會保護 我會保護妳 我們全家人都會保護妳 彩琳 我們回去 你不要彩琳會嚇到她 彩琳 乖 不怕 不怕 乖 媽媽在 乖 彩琳 彩琳 對不起 九九不是故意要對妳大聲的 九九沒有生妳的氣 也沒有生媽媽的氣 九九只是要帶妳們 和外公外婆家 彩琳 乖 跟九九回去好不好 哥 謝謝妳 但這一次 我跟彩琳都不會回去 為什麼 嫂嫂 而且 請妳不要把這件事情 告訴爸媽 吳芬 妳自己都受了這麼大的傷害 妳不需要再為了妳這幫 彈護什麼 況且妳留在這家幹什麼 妳看到李正芳 妳只會讓妳自己更心寒 哥 我不走 因為這裡是我用無數心血 建立起來的家 媽說得很對 自己的家要自己安慰 所以我決定留下來 對 或許心會更好 或許會更心寒 可是 也就只有這樣 才會刺激我好好思考 我要怎麼樣面對我現在的問題 如果我總是碰到事情 就跑回妳們為我準備的避風港 那我一定會失去 面對困難 還會家庭的決心跟勇氣 如芬 妳不需要一個人承擔 妳不用勉強妳自己 哥 妳放心 我沒有再勉強我自己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打擊 我變得堅強了 而且我領悟了很多事 我現在已經不是以前那個 一跌倒就哭著喊媽媽的小孩了 所以這一次 我一定要堅強地先讓自己站起來 檢查自己的傷口到底有多嚴重 再看怎麼讓自己痊癒 如芬 妳這樣子我不會很不捨 所以我再請妳 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爸媽 再讓他們為我擔心 上一次 爸氣成那樣 媽也煩惱到不行 我真的很希望不要再有第二次 哥 這一次 我一定會想清楚之後 親口跟爸媽說的 我已經夠不孝了 這是我唯一想到 能夠讓他們為我少煩惱一點的方法 好不好 妳真的不跟我回去嗎 妳再考慮一下好不好 哥 我知道妳會在背後支持我 這樣就夠了 真的 妳先回去吧 我累了 我想好好一個人靜一靜 我想休息一下 我也想好好先安撫一下蔡霖 她現在心裡一定很不安 這 哥 向我拜託妳 陳偉 妳就讓嫂子休息一下吧 那妳有任何的問題 妳隨時打電話給我 知道嗎 妳是在煩惱嗎 妳是在煩惱嗎 我會想要煩惱嗎 那妳是在煩惱嗎 她現在是很生氣 還是很傷心 她沒有生氣 也沒有傷心 因為她的心 已經死了 被妳這個爛男人火了給掐死了 妳怎麼回來了 妳如果我去跟她打電話 我找我嫁給她打電話 讓她打電話給妳教我 媽 我拜託妳閉嘴好不好 不要再說了 李正芳 妳放心 我已經想通了 在我妹還沒有處置妳之前 我是不會動的 因為妳把我一個好好的 快快樂樂的妹妹 折磨成這個樣子 那我又要留一個健全 完整的妳給我妹 我看她要怎麼處置 這樣才算公平 等到妳跟我妹 妳們兩個的恩怨解決 我會再以一個哥哥的身分 來處置妳 妳等著 快點 今天還會 陳偉 李正芳 妳沒呢 還不可以 我們已逼人 妳在一起等我們 在清晨指頭 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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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 你回头看看我 你回头看看我好不好 陈伟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求求你 不要生气 你要我不要生气 好吗 那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 你跟外面那女友生小孩 你说啊 对不起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只要跟我说是 还是不是 你是不是早就知情了 对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我哥 把外面那女人肚子搞大 我什么都知道 我唯一不知道的事就是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有我的苦衷啊 你知道吗 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这件事情 远远超出我能解决的范围 而且我一想到 我练起早跟开始 交费真的是给摧毁 我就晃了手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哥很痛苦 我哥一直到现在都还模模糊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犯了这个错 我妈也很痛苦啊 他还想要嫂嫂这个媳妇 可是他又很担心想要这个 从天上到下的精孙 我呢 我故被波及到 我可是痛苦而不得了 因为我爱嫂嫂 但是我更爱她 对 我是不应该帮着我哥跟我妈隐瞒 我是应该把事情说出来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怕 我真的很怕我这么从来迟到世界楼边 我很怕江妈妈 江妈如果知道我哥在外面有了小孩 那我是不是永远都看不到你了 所以你选择应该 甚至对我 我选择最消极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说 忍受罪恶感的折磨 我以为只要当个所托无归 让我妈跟我哥把事情解决就会天下太平 可是我太天真了 陈伟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 真的不是故意 这样说的话 我反而觉得我妈傻得比较多 一起来 我妈担心我们两家的问题 现在慢慢浮上台面 你真的要听江妈妈的话 放开我们俩感情吗 你不是说你爱我 今天才跟我求婚 我也答应你了 我们不是会许终生吗 你忘记了吗 曾伟 你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不肯这样对我 从这世人又不是我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对我太不公平了吧 我不要 我不要你离开我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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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你想起来 我 你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你孤雁都难免 战舣中间 你一定很難受 可是我剛剛看到 我沒受到這種委屈 沒有 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所以才認不住 大聲跟妳說 對不起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 只是我現在情緒真的很乱 C 我求妳不要怪我 妳體諒我好不好 我不會怪你 只要你不要離開我 你知道我面前怎麼大笑聲 或是發現情緒那麼乖 真的 真的妳答應我好不好 妳答應我 是比較寂寞 我的世界早以前不是一切 我該回去 對 我想我們兩個今天要收購 話先收到這邊吧 有什麼話 我們以後再說 只是如芬還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事發生的話 請妳務必告訴我 請妳務必告訴我 會 我會跟你說 那我走了 妳這一陣子 妳這一陣子 小心 拜拜 拜拜 還好 妳 我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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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靈魂 如芬 我求求你 跟我说话好不好 或者你想骂我 想打我都行 总之 就是不要不理我就好了嘛 彩琳在睡觉 替你不要吵 那 等彩琳睡了以后 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吗 不知道跟你谈什么 五芬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只想好好静一静 请你出去 好好 我不吵你 我让你一个人静一静 可是有一件事情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那就是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我真的很爱很爱这个家 所以不管你决定怎么惩罚我 骂我也好 打我也好 都请你千万千万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如分 你跟彩琳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人 你伤害这个家 伤害我 你就算了 你现在连让你女儿好好睡个觉都不行了 我 请你出去 你跟我号签 文芬 你 我出去 我出去 好 来 乱 走 sun tryna 没 我出去 我出去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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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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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了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這張體上是一座 我剛剛以為 有床藥品 名號有一個中標的 正在上產品廠商 都是平常的 其公司 他們的規則 公司 他們的規則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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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 你看電視專心店好不好 你這麼毛毛躁躁的 我怎麼看呢 再說 外面有什麼好東西 比電視好看嗎 妳很奇怪 妳明知道我這樣 妞妞看就是 在當年後生 妳還在當年後生 無聊了 怎麼回家吃飯 妳看整道菜等到這樣 都淹不去 不知道要想去冰箱嗎 看妳這個額頭 沒關係 妳知道嗎 以前陳偉真的是很貼心 她要回家 要回家吃飯 要整點 要下班 要加班 都會給我打個電話 她從來不會讓我緩心 也不會讓我動完 妳看現在 搞得到拍朋友了 妳不會擔心說 兩個老的大廚吃飯吃虛煮 說以前學生回家 回家不去 有人想不開 現在是自己搬石頭 砸自己的腳 不然妳現在是什麼意思 說話這樣等完睡完 妳直接說 好 我就直接說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阻止人家談戀愛 那人家現在呢 就帶著他的好朋友 坐在我們家客廳裡面 陪著你看電視 陪著我喝茶 妳又不要等門 而且那又沒有聖飯聖餐的 那多好 妳說是不是 妳想要妳喜歡跟我搭水果 難道妳不知道 我是為什麼阻止她 跟欣怡來往的嗎 奇怪了 我是在家以後 我們兩家不和 影響到他們的感情 他們說愛人走成怨 不然妳想我吃到想要 我喜歡當壞人 說話太大了 我又要疼心了 怎麼了 又頭痛了 妳怎麼最近老是頭痛 我知 我也不曉得 就這樣麻麻 這樣穿得到頭上來 整天頭昏昏鬧頓頓這樣 常常這樣頭痛 可能最近的事情太多了 你看阿嬤那麼辛苦 減幾下午很辛苦 愛吃起的雞 他在我頭上 他跟努力的感情也出問題了 現在就在你身上了 現在不知道要怎麼辦 你看整天那麼多事情 我的身體怎麼會蓋著這樣 拖得沒 不要跟妳說了 說人也不懂 要收菜了 爸 媽 我餓了 曾偉 妳吃飯了沒有 妳媽幫妳留了飯在 去吃一點 我吃不吃 怎麼吃不下 沒人不要吃 我收菜想在冰箱 曾偉 多嘗吃一點 眼睛不吃 身體會壞 要不然妳媽媽有機會 睡著一點 該說這間菜 都是妳媽媽的愛心 媽 我吃一點 沒有 吃點 妳瘋了嗎 不捨不去 你自己腳長 沒有 已經要收起來了 對啊 妳最近 從前來以來 妳好 如果沒有準時 都在外面要洗淋浪 人家在當時要回家 菜都沒有放得冷 所以妳就吃冷 是說 當年來就有辦法了 不然我不是說 廢堡後不要打你 現在是怎樣 跟妳媽媽沒話說 阿天啊 我們家兒子只有一張嘴 他又要吃飯又要陪妳說話 妳不要管那麼多 來 到客廳看電視 讓程緯好好的顧嘗胃 媽 妳要在哪裡 東西要做什麼 杯子 牙膏 衛生紙 妳買這個什麼 這張刀都沒有 這什麼 黃烏氣 立約人 江澄 黃烏主理 媽 妳這是什麼意思 妳是要搬出去大小 這是什麼意思 程緯 妳要搬出去 這怎麼回事 爸媽要再跟妳說話 妳說 媽 妳幹嘛亂放我東西 我不管我只知道妳要給我搬出去住 東西放在我的沙發上 我不會搬一個 妳為什麼要搬出去大 妳說 是家裡太小便不夠你大 省你這裡 省你錢 省你鹽 還是我幫妳搬 還是 我知道這應該不是妳的意思 是相處的主意 妳從小就是很乖的孩子 妳不可能把父母放了 妳就當自己搬出去 是那個未生意幫妳搬出去 是不是 媽 妳怎麼想超過人 我反對妳來 妳為什麼要跟她私奔 走下去就要去妳就把父母放 妳把父母放在那裡 媽 阿珍 對小兒不要這麼大小聲 我大小聲 我還不夠大聲 妳怎麼叫她有話好好跟我說 做什麼事 妳都沒在同參加 妳就想先載後奏 我不會認同 今天就想要私奔 我不知道我娶嫂是在娶什麼 我娶最心的娶妙的 娶妙的 不過我當妳在頭痛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讓我頭痛 媽 妳可不可以不要再管我了 可惟 妳怎麼可以這樣頂到妳媽 沒關係 妳告訴我 妳什麼事讓妳頭痛 什麼事很重要 妳告訴我 妳說 沒關係 妳怎麼說清楚 什麼會讓妳頭痛 就我 所以我再請妳 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爸媽 再讓他們為我擔心 這一次 我一定會想清楚之後 請給我跟爸媽說 我不跟你說了 妳現在在公社 妳在公社 妳在公社這什麼就要不跟我說 阿智 妳再聽聽聽 她從小到大 都沒有再跟我大小聲過來 妳有看過嗎 妳從小孩怎麼想聽我的話 我就跟她交給她拍朋友了 妳看她現在說我這樣怎麼小 來 坐坐坐坐 阿晟啊 不要再生氣了 一定是最近妳啊 早晚唠叨成為受不了了 兒子長大了嘛 她有她的想法 妳呢 多給她一點空間 不要給她壓力了 死了 把妳說幾次就說我 我的頭到上來 來 好了 來 來 好了啦 好了啦 妳不要再壓了啦 越氣越痛 反正您的兒子 一個鼻孔出氣啦 我 家裡不要離開了 你在我面前準備打小聲 我才發現曾經都沒有關係 陳偉 妳答應我好不好 妳答應我 陳方發生那種天大的事 是因為 你們兩個以後 還不能繼續招募下去 妳 我想做更好的人 妳完成了我的靈魂 因為愛妳 我的情侶姐妹還討厭 開始學著深情不推薦 用窗戟彼的 我問妳 為什麼那兩個女的 會自己跑來家裡找嫂嫂 妳不要緊 我怎麼打電話在這裡 不可能是 在樓下等我等不到 等到紅色的地方 在北的樓上的請問答好 請妳們受麻煩 像說這樣滑休會 妳知道她們兩個在樓下等 還沒有去她們趕走 還讓她們兩個小嫂嫂 單獨找嫂嫂 妳有沒有搞錯 妳就知道妳是小嫂嫂 我不是害怕 妳知道嗎 我面對她們兩個人 我壓力多多 我經常在樓下 和樓下的樓下 都在樓下的樓下 都在樓下的樓下 妳知道我還怕她們 對我起腳踏手 現在我還要出門 我害怕 我都想說我 我真的要帶安全帽 我吃到這個 我都想要在樓下 這樣 跟她一種日子 真的想要我拍 妳告訴我 妳不要再說妳拍名了 拍名人是嫂嫂 妳那個叫活該 天底下腦裡這種婆婆的 還去陪外面的狐狸去做餐檢 妳叫我願意嗎 那是妳在那邊拍我的 好 妳是瘋了是不是啊 妳口口聲聲說 挽回嫂嫂的心 竟然說一套做一套 妳居然還跟媽 陪她回家做產檢 我真的被妳母子兩個氣死耶 妳有沒有知道我那時候 問題是不是啊 馨怡 事情不是妳想的那樣 妳有所不知 我有所不知 好 那我現在就要去問個清楚 媽 走 我現在就見那兩女的了 我現在馬上就要問她們兩個 到底想怎麼樣 我不會 走 我不會 我不會 我心裡就不會忘了 我自己去自投羅網 我不會 我不會 她們兩個幫我們全家搞天翻地覆 妳現在想逃避啊 妳不管了 妳現在跟我走 我不會吵了 你們不要再吵了 這件事情我自己會處理 我自己會解決 妳們再也不要管了 你 馨怡 妳不要怪媽 妳要怪的話去怪我就好了 對 我真的要怪妳 妳和這一切死作養長都是妳 妳不是口氣很大 說要解決事情嗎 妳有什麼本事解決 妳有什麼辦法可以想 告訴我啊 我這輩子的幸福 可能已經等不到 馨怡 對不起 我知道全是我的錯 我是罪人 我該下地獄 可是現在 我想到另外一條路 就是搬出如芬的姐妹幫忙 妳不要心急 妳不要生氣 妳讓我試試看好不好 王曼玲她們母女倆會不會太囂張了 真的是厚顏無恥 居然敢跑來踢爆自己的醜事 現在是怎樣 實在是不一樣了是不是 當小三可以這麼多正大光明 還用個羞恥心 虧我之前還覺得王曼玲她的身世很可憐 她媽媽也是因為逼不得已才落到這樣的下場 我現在終於知道 什麼叫做可憐之人 必有可惡之處 我之前真的是同情心太氾濫了 我 好啦 好啦 你讓我比較困惑的是 正方 妳跟妳媽錢已經給了 那張荒謬的合約書也簽了 好端端的 她們倆母女 幹嘛要跑來鬧 我真的也不懂 我媽陪曼玲去婦產科之後 她們母女倆就開始發飆了 會不會是用打草精蛇 打草精蛇 一定是我們最近一直在查 王曼玲到底是不是真的懷孕 所以呢 她們就惱羞成怒 想說來給我們個下馬威 大鬧你們家 讓大家都不好過 結果呢 倒楣的事如芬 她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卻要第一個被開刀 她到底是招舌熱身 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務 都怪我貪財又貪吃 招惹了王曼玲 也把如芬拖下水了 我真是毀不當初 我娶如芬 是無聊給她幸福的 我不需要讓她受罪 妳先說這些有什麼用 好了老婆 妳就少說兩句吧 真方已經苦不堪言了 妳就剛在這時候跟她算帳 還有啊 不要再顧著罵人了 我看妳現在 趕快進去看看如芬比較好 對 季美 昨天晚上 如芬進去彩玲房間之後 都沒有踏出房門半步 我叫她 她也不理我 我真的很擔心她 我可不可以拜託妳幫個忙 幫我勸勸她 如芬是我的好姐妹 她現在正在受苦 不用妳拜託 我會進去看她的 我會進去看她的 細妹 謝謝妳 一芬 你是清美 妳可以開動門嗎 好 好 好 主婦 主婦 主婦,你沒事吧 我聽政方說 你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來,清美,坐 美麗 清美,謝謝你來 我看到你,我心情真的平靜很多 你真的是傻瓜 你想見我隨時都可以來見我的 你知道嗎 昨天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在彩琳進房間 其實我整個人腦袋一片空白 我覺得我整個人好像暫時 被丟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面 我想找我媽 可是我又很怕她為我擔心 我已經給她增添夠多的麻煩 上次我知道正方外遇帶彩琳回家 我跟她講話 我覺得她一心之間 剁了好多白頭髮 我真的很不忍心 她為我這麼擔心 我想打電話給我姐 可是我想到她仍在高雄學作弊 我怕讓她分心 我想到妳 想說找妳商量 可是我又很心疼妳 要照顧小瑩那麼辛苦 太舒服了 然後我就想著想著 想到我不知道該找誰 我面臨我人生中最大的難題 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跟誰說 舒芬 妳真的很傻很傻 妳想要見我隨時都可以來見我 妳真的不需要這麼辛苦 一個人撐著妳知道嗎 姐妹 可是我覺得我就只剩一個人了 我覺得我必須一個人撐 可是我精神根本就撐不住 我已經 我已經六神無助 而且我真的是不知所措 所以到最後 我就只好一直抱著蔡玲 緊緊的抱著她 因為現在 我只是她 這個家裡面 她是我唯一的依靠 只有她不會背叛我 我也只能相信她 美芬 不要難過 不要覺得孤單 妳不是一個人 除了彩玲 妳還有我們姐妹當靠山 妳忘了嗎 姐妹是二四小時全年無休的 如果是妳想吵我的話 隨時打電話給我 我真的不怕被打擾的 妳知道嗎 清美 從現在開始呢 妳就好好的打擾我 妳想說什麼就說 妳想要罵人 想要揍人 甚至妳想要教訓正方 還有那個狐狸精都沒有關係 只要妳一句話 我隨時奉陪妳好不好 好嗎 清美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做 我只想靠在妳的身邊 好好的哭一場 那有什麼問題呢 來 我的肩膀 不會讓妳靠 哭吧 就給她哭了三天三夜的 我肩膀我還確實免費出戒 我永遠不會倒的妳知道嗎 清美 怎麼辦 佳琪 事情真的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現在最壞的情形都已經發生了 怎麼辦 妳確定陳偉真的沒有跟家裡說這件事情 應該是 要不然今天坐在這個沙發上就不會是妳了 一定是我的丈母娘 而且我一定也會體悟完膚的 不 應該說她昨天半夜就會衝過來了 可是 對 陳偉很守信用的 她也很講義氣 她說過不會講出去就不會講出去 所以 目前 我丈母娘家那邊 應該是風平浪靜吧 妳不要又是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 正方 我會這樣問妳 是因為我替妳慶幸 妳應該趁這個時間趕快去江家自首道歉 道歉 我會這樣問妳 是因為我替妳慶幸 妳應該趁這個時間趕快去江家自首道歉 道歉 道歉 我 這怎麼可能啊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越父越母的個性 他們這麼疼惜如芬 要是被他們知道曼玲懷了我的孩子 他們一定會先把我大謝八塊 然後把如芬帶回家 我的婚姻就趁妳毀了 不行不行 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讓他們知道 絕對不行 要等到 等到 不 他們這一輩子都不能知道這件事情 李正方 妳腦子裡到底在裝什麼 妳這種鴕鳥心態 妳以為只抱得住火嗎 一開始我們也想盡辦法不讓如芬知道 結果呢 曼玲將一來鬧 只讓如芬更傷心 好 要是曼玲這對母女 得不到他們想要的答案 妳能夠保證他們不會去江家 在江波波江媽媽面前顧忌從事嗎 可是 我該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我說啊 妳自己要趕快先去江家道歉 讓江波波江媽媽知道 雖然妳犯了錯 但是妳有誠心想要回過 妳有誠心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讓江波波江媽先知道 他們一定會覺得妳刻意隱藏 會覺得 會覺得妳想要保護王曼玲 那個時候啊 就像妳說 他們一定把妳大謝八塊 妳就百口莫辯了 我告訴妳 我 我真的要去嗎 聽我的 我會陪妳一起去 我會幫妳說話的 謝謝家晴 假的 先坐下 本來這件事情呢 我們不該瞞著妳的 一方面呢 是因為不想影響到妳的心情 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為我們真的覺得 王曼玲作假的嫌疑很大 所以我們只想趕快幫正方找出證據 好讓他們母女兩知難而退 誰知道 他們居然自己跑上門來 這分明就是糾戰雀巢嗎 真是太可惡了 可是 他們拿給我看那張照片 媽跟正方 的確有陪王曼玲去做產檢啊 清美 妳們是不是 只有聽到正方單方面的說字 我聽說很多外語的男人 會編很多的花言巧語 來騙家人跟另一半 會不會妳們才被正方給騙了 妳放心 妳是我的好姐妹 妳另外一半外語 我的眼睛會瞪得比妳還要大 替妳更仔細的看清楚這整件事情 正方有錯 我不會饒過她的 但如果正方是被設計的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找出這個罪魁禍首 可是好歹 王曼玲也曾經是我們的好姐妹 妳說 她不小心跟正方發現一夜情 這個我還能相信 可是妳說這整件事情 從落到尾 是她設計的陷阱 我早就不把她當成姐妹了 為什麼 是因為正方這件事嗎 可是妳們已經是認識好久的朋友了 就是因為我認識她很多年 我才更覺得心寒 妳知道嗎 我不是因為相信正方我才要幫她的 是因為我完全不相信王曼玲這個人 所以我才要把整件事情查清楚 清美 我不太懂 如果我跟你說 她為什麼要離開我們姐妹圈的原因 妳應該會更了解 她當年不就是為了進修所以出國離開嗎 她出國是事實 但出國進修 我想應該不是吧 她是因為在台灣沒有容生之地了 妳知道嗎 曼玲當年還曾經勾引過嘉慶 還在品川面前挑剥她跟如莉之間的感情 王曼玲曾經勾引姐夫跟嘉慶 很意外吧 整件事情我再慢慢跟妳說 但我告訴妳 王曼玲這個人我非常了解 她根本就是一個表面親切和善 但滿肚子壞水的陰險小人 我跟妳講 妳千萬不可以因為這個女人 就失去了妳辛辛苦建立的家 太不值得了 如芬 如果今天是因為正方不愛妳 她繼續的小氣空門不體貼妳 我二話不說就叫妳馬上跟她離婚 但是妳要注意 今天妳情況不一樣 背後躲著一個女人 她正等著妳離婚 妳要是離開了 不就是讓她們稱心如意了嗎 所以我希望妳 不管妳在做任何決定之前 妳都要冷靜的思考清楚 觀察清楚整件事情 好不好 好 喂 喂 陳偉 是我 我知道 什麼事啊 是不是無分有什麼狀況 沒有 嫂嫂沒事 但是我剛剛出門前有去看過她 親美姐有來 所以她的情緒看起來蠻平穩的 嗯 那就好 那還有什麼事嗎 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 陳偉 你有空嗎 可以出來見個面嗎 這 陳偉 陳偉 你還在生氣嗎 你知道嗎 我昨天一整晚上都睡不好 我擔心你 是不是還在欺我 隱瞞我哥的事情 沒有告訴你 你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可以隱瞞我哥的事情的 我不是要禁物他 真的 你不要緊張 我沒有生氣 我昨天回家之後 冷靜的想來一想 我知道 這一陣子你心裡一定很難受 你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不能說了 夾在我還有你哥中間裡外不是人 你感覺一定很緊好 真辛苦你了 我真的沒有生氣 真的 你真的這樣想嗎 還是 你只是言不由衷 說好聽的話安慰我 你真的沒有生氣了 如果你真的是不是安心的話 那你要不要幫我坐到警察局去 測好 好 我跟你說 我不但沒有生氣 而且我還要跟你道歉 我之前因為時的情緒控制不了 所以對你的口氣不大好 真的很對不起 你放心 我不會怪你 我只會怪我哥哥那女人 那 既然你沒有生氣了 你可以出來跟我爭個面嗎 只有在你身邊 牽在你的手 感覺到你的體溫跟心跳 我才比較有安全感 那你在哪裡 至方 嘉靖 你們兩個怎麼來了 怪了 你哥怎麼會來我家 我哥 我哥去你家幹嘛 我先不跟你聊了 我想先去看看外面的狀況怎麼樣 我再打電話給你 拜 來 哥去陳偉家幹嘛 是去自首嗎 那江江江波波家媽媽 不就什麼都知道了 他們一定會更反對 跟陳偉在一起 江波 我跟正方剛好在附近 想說上來跟您 還有江花打個招呼 剛好 奇怪了 媽 妳們兩個當時 感情好到這樣 白痴 早早 不正吃早餐 兩個就直接出來了 妳們兩個有家家嗎 沒有哪有可能 剛好會經過我家 媽 你真好 妳早在外面到這個面子 就不得了 沒有 妳哥 妳是再跟我補什麼事 妳從這裡那邊就散了 妳是再跟我補什麼 想像我女婚的心 什麼 我 媽 媽 對不起 爸 對不起 怎麼了 什麼事情這麼嚴重 嚴重到需要妳下跪說對不起 妳有欺負我們家入分了嗎 就是 那個懷 那個孕 我 什麼懷 懷那個 那個 婆 妳現在說上懷孕 我明天找我懷孕 妳說我媽媽 妳在這裡懷孕 妳知道嗎 昨天知道了 妳這死了 我看我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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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死了 不要太大了 什麼 妳不是說一遍 一遍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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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說到北極了 好 我兒子 妳一定不敢一遍小孩 妳一定在這裡懷孕 不要一遍小孩 就懷孕 妳不要哭 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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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 媽媽 妳怎麼了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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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那麼激動 妳坐一下 這麼激動 不能解決問題 妳只會讓身體不好 現在沒有解決問題 為什麼要離婚了 我們花彥姐姐 阿珍 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討論 妳不要激動 冷靜一點 不要被她氣壞了身子 不值得 爸 什麼 爸 這個字 妳給我原封不動的收回去 我江茂雄消除不及 妳認了 妳這個混蛋 我把我的女兒交給妳 是要妳好好的愛她 好好的疼起她 沒有想到 妳卻對她 做出這麼多 對不起她的事情 妳太讓我失望了 妳給我滾 滾過去 把柔溫跟慘丁的東西收拾好 我們馬上就去接她 滾 妳給我滾 我滾了妳 爸 媽 我知道我現在在說什麼 妳們都不會相信我 因為這事情實在是太離奇了 離奇到 我自己也快不相信我自己了 那天真的是意外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喝得這麼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已經結紮了 對方還可能懷孕 當然 醫生是有說過 一個月之內是有可能會懷孕的 反正 反正我想說的是 你們想想看 如果我很久以前就開始婚外型了 我怎麼可能會讓這種醉醜醜的情況發生呢 我一定會在事前演加防備 妳就說嘛 是 萬公 我真的是很笨 妳發生這樣的意外 我真的笨到不知道怎麼解決 我真的笨到不知道該怎麼解除我心中的不安 我現在真的是慌了手腳 可是在我心中 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就是我真的很愛乳芬 我是真心對待乳芬的 所以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願意乳芬離開我的身邊 你現在還說這條路有什麼路由 沒人相信你了 我告訴你 乳芬今天要離開不離開 不是你現在可以做決定的 媽 我知道我現在在說什麼 你一定不會相信我 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我真的不能失去如芬 媽 我拜託你 爸 拜託 拜託 你們千萬千萬 不要讓如芬離開我 拜託你們 你不要這樣 拜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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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片頭沒看到 跟我白書跟你的名字 喂 媽 有分對是我的名字 正方 好了 正方 你冷靜一點 你現在 你這麼激動 你讓兩位老人家 怎麼平心驚心聽你講話呢 江媽 江伯伯 我知道我沒有什麼立場說話 你自己也沒在好地路 家裡還有一個節目 你在想跟人家說什麼 江媽 我是真心的相信 正方有心悔改 不然我也不會陪她過來了 其實正方已經找過很多次 希望能夠找到方法補救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難解決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無庸置疑的 就是正方 是真的很真心的 很真心的愛如芬 愛如芬 可以當作是理由嗎 一句我愛如芬 說得很容易 說出來就可以彌補答案的錯嗎 那外面的小孩的問題 怎麼解決呢 我 正方 你知道嗎 你給人家很慶幸 從你帶如芬以來 我就一直把你當作像自己的學生 你當生你不體貼我都會囤穩子 我還跟如芬講說 我們嫁一個當生 沒關係 才不可以嫁一個婚禮六名 雖然你當生 但是 最不然你不去這樣四個黑白婚 對 我也常常跟芬婦說 我們這個嫁妻就更重生意了 對我們奴婚又是很專情的 結果你現在給人家在外面的口罩 你夭壞你又吃到有孩子 連整股都一樣生氣 你叫我還是要怎麼相信你 你給我吵架 你給我吵架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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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要再跟她說下去了 我們走 是不是對 當然要去看我們的寶貝女兒啦 我們都說了 我吵架不成心 就快點去 我吵架不成心 快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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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慶 你看我跟如芬還有機會嗎 先起來了 先起來了 只要查清楚事實 我們就還有機會扳回一層 陳偉哥 我知道這件事情 影響了你跟我妹的感情 對不起 你完成了 你完成了 我的靈魂 奇怪 家庭跟正方 他們是跑去哪了 醫生不想就走 也不跟我們說一聲 我不知道 大概是不想打擾我們吧 不過正方不在也好 這樣我比較自在 妳婆婆呢 她平常對妳意見自耳多了 這次發生這個事情 她有跟妳道歉嗎 我不知道 昨天我整個情緒 真的是很困亂 我昨天一聽說王曼玲懷孕 我整個頭腦卻一片空白 為了保護我的女兒 我的情緒激動到 什麼人講話 我什麼都聽不進去 她就算有來找我說話 她大概也是被我關在門外吧 所以我並不知道她是什麼想法 正確說來 應該是我不知道她是什麼說法 因為我知道 她就算很認真的跟我道歉 那也是很表面上的 實際上我婆婆最希望的 就是李家能有個孫子傳宗接代 而這個我做不到 也對女人去做到 其實她知道這件事情 已經很久了 我在猜 她一直隱瞞曼玲懷孕的事 應該是計劃要順水推舟 等到曼玲的肚子 一天一天大起來 變成事實的時候 她才把我跟蔡玲 請出李家 你不要這樣想 沒有人可以逼你離開這個家 你才是真正的李太太 這個家是你跟正方一手打造的 你千萬不要白白 就把這個家拱手讓給那個女人 更何況她肚子裡 到底有沒有小孩 我們都還不知道 如笨 正方是真的做了 對不起你的事情 就算你要跟李家翻臉 你也要搞清楚事實的真相 就算你要離開 也要有尊嚴 千萬不要中了王曼玲 他們母女倆的記 知道嗎 我現在不想做任何決定 不過我答應你 我會好好想清楚 我去開門 媽 媽 來 請妹 請妹 你要來嗎 謝謝 特別都給你來北溫如婚 沒有啦 我們是怎樣 媽 爸 你們怎麼來了 還要去哪裡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你還要隱瞞我們 這樣你就把爸媽都當外人 媽 剛剛李正方 去跟我的道歉會是累了 她把所有的事情 都收給我知道了 如婚 還要承受這麼大的委屈 我看你這樣 媽媽是要救我們 不敢的你知道嗎 媽 我沒事 你看我很好 還要逃避 還要很好 不要再替你那個 沒路由的紅色 我媽媽 錯就是錯 你也一定受到上海 那待會兒做孤單 眼神都突然來 媽 你看我真的很好 我都沒有哭 來 坐 坐 來 多婚 我沒睡 乾脆來啦 莎琳 乖乖乖 好乖啊 莎琳 莎琳 我的肌肉 媽媽哭了嗎 來 我看 你長高 你到阿嬤額頭了 怎麼像這個 來 消失啊 你怎麼猶豹到臉上 好 你也有煩惱嗎 不然你女兒怎麼都不穿 你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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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女兒 今天女兒 去幫我 蓋頭 會心裡 她 她沒來 既然是大人 如果沒出門 我當然她就來 我來看我女兒 所以來請教一下 不知道你們女兒 有什麼意見嗎 我婆婆 她一大早就出門了 慰罪潛逃喔 沒用啦 事情已經發生了啦 她如果要做烏龜 她像頭髮的骨骼來 沒看準剛好沒有啦 躲一時不能躲一輩子啦 好了 事情已經發生了 縱然所有的錯 都是正方惹出來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婆婆總是這個家的 大家長啊 我跟你媽還沒有這麼快 就定正方的罪 因為我們一向都很尊重她 我們很想聽聽她的說法呀 爸 媽 你們不要生氣 這件事情的發生 雖然讓我真的很難過 可是我沒有鑽牛角尖喔 而且我跟清美聊了之後 我現在想得很清楚了 我婆婆 她說她的想法就是比較單純 她希望比家能有個孫子 傳宗接待 所以就算她陪曼鄰居做產檢 我都可以曉得 妳怎麼說什麼 以後妳這麼有利家去產檢 好 妳怎麼聽不下去了 走… 親妹 親妹 去裡面把努力的東西 搭檢口來走 努力帶你 媽媽帶你回來 我們光明正大回去 不用等人回來 你跟她說 來 妳帶她來 妳坐在那邊 媽 妳不要這麼激動 妳聽我說 上一次我知道正方外遇之後 我整個人情緒崩潰 匆匆忙忙把彩玲帶回娘家 那個時候 我真的以為我碰到世界末日 我覺得我跟彩玲的未來都破滅了 可是後來我發現 那一次我情緒的失控跟滴落 嚴重影響到彩玲的情緒 那幾天 她變得還很焦躁跟很不安 有啊 那邊媽媽也有看到 所以媽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說我要把我自己的情緒控制好 有堅強的媽媽才有堅強的小孩 不管我要做任何決定 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靜跟理智 我真的很希望 我能夠給彩玲安全感 我真的不希望 她在恐懼的情緒之中長大 彩玲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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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都是妳的老爸 妳那個壞爸爸 媽 妳不要在彩玲 妳以前講正方的壞話 我跟我說不對 我昨天帶彩玲 去看兒童的心理醫生 怎麼了 彩玲 有什麼問題嗎 妳不要緊張 妳們都不要緊張 是一個朋友提議的 她說 彩玲聽力障礙的狀況 可能是因為 跟她心理因素有關 醫生果然說 彩玲會抗拒 用她僅剩兩成的聽力 會抗拒表達 會抗拒溝通 就是因為心理的因素 而這心理的因素 多半來自家庭的爭執 我聽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很懊悔 也很責責 彩玲啊 對不起 媽媽跟爸爸還有阿嬤之前吵架 一定讓妳很不開心 對不對 妳一定覺得 媽媽跟爸爸 怎麼突然變成好討厭好討厭的大怪獸 所以妳不想聽我們說話 也不想跟我們說話 因為妳自己不想變成大怪獸對不對 媽媽答應妳 媽媽以後再也不會變成怪獸了好不好 媽媽跟爸爸之間大人的事情 我們一定會自己私底下商量好 媽媽答應妳 媽媽以後面對妳 永遠都會是最溫柔的媽媽 永遠都給妳最溫柔最溫暖的笑容好不好 媽媽 我吃 蘭芬 聽妳這麼說 我有覺得以後我在洋洋面前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態度 也不可以在她面前留下一年 妳聽說嗎 那兩個家店滿口媽媽金 那些小女兒一根長大 妳看采琳和妳老婆 真是母女的年輕 她老婆說什麼都聽了 好啦... 柳芬妳的意思我知道了 以後就不在采琳面前 兩人正方了 那天大人自己的事大人解決 現在說她就不想聽了 我跟她連奶奶都不想看 好可愛 好啦... 知道 她要大人更賣才 就不要在我們面前表演出來 知道嗎 要讓我們采琳有一個開心快樂的童年 好 媽 謝謝 三伯了妳謝謝什麼 妳我的女兒一關孫 至於我跟正方的事情 我還沒有做決定 不過我知道 不管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一定是以采琳為主 妹妹啊 我跟妳媽的來的路上 一直擔心妳的狀況 怕妳太傷心 怕妳這一回撐不下去 也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妳 沒有想到妳卻安慰我們 妳說妳會勇敢地面對現實 妳會堅強地找出解決的方法 爸爸很疑問 看到妳的改變 爸爸也不知道是開心還是難過 看到妳的茁壯 看到妳漸漸變成大人 爸爸很開心 但是妳的成長 卻是受到了極大的磨難 爸爸 心裡面很疼 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爸爸不願意妳受傷 爸爸希望妳永遠不要長大 爸爸的懷力 是那個糊塗脫鞋的小女孩 爸 謝謝妳 不過我心已經是媽媽了 為了我的小女兒 我一定要長大才行啊 接下來 是我人生中的一場硬仗 我一定要自己面對 而且我很清楚 越是冷靜的人 才越不會容易被打倒 不管我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都絕對不會慌不會亂 為了蔡麗 也為了我自己 我們家的寶貝女兒啊 真的是長大了 為母則強 為了保護她的寶貝女兒 真的是長大了 不让彩琳心灵上留下任何的阴影 决定勇敢坚强地去面对 去解决婚姻中出的问题 明明就是李正方那个活小子 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在外面找女人还有孩子 还要考验我们宝贝女儿的智慧 要她去收拾解决 我真是欣赏我们家妹妹啊 阿温啊 你以为母鸡可以保护小鸡 你不知道外面都老婴吗 但是我知道有我这些老鸡我会在的 我要自己亲自出马去搞清楚 外面那些老鸡这些 到底我哪里是真的有了吗 他们到底是怕什么样子 对啊 我一定要来不和情侧 没什么情侧 我爱来不和情侧看我们 晚餐要吃什么啊 你先回去 我再去市场买菜 我等一下就回家 快快快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早上才从市场买菜回来啊 别怕啦 老老婆就这两个妖怪给她买菜 你报警啊 你报我 我都要看看你们要告我们什么 我告她通奸嘛 那我都在买菜就是账骨 我也受不了你妈老师拿我哥来 刁难我 挑剔我 开口闭口就是反对我们两交往 看随我们的未来 我真的受够了 为什么 妈妈很可爱 你我还想 妈妈还想我 不不不 我会加倍地弥补你跟彩妮 我答应妈的请求 不代表我原谅了 你和我说 罗芬你怎么了 你心里不舒服吗 你心里不舒服吗 不分之门没有信息 彩妮 你怎么找到这小黑猫 在发纹人 黑猫 你还把我们心里 究竟 都全部提出告诉 够于妨碍家庭 你让我的宇宙没有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想你了解 爱可以多深 你的完美 让我来完成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人 我为你的天堂开门 你不是我的神